歡迎收看庶民大頭家 來看到國會改革法案 即將要上演復議案 但是綠營到處在宣講 但是怎麼裡面好像通通都變成 青鳥變老鳥了嗎 好 那麼現在甚至是沈柏洋還說 你看國會獲權以後 他們如果說要蓋個金台高鐵 都可以毀滅台灣 柯文哲就問了 這沈柏洋的智商真的有正常嗎 好 另外金掌書不缺電 所以不必每個房間通通都裝冷氣 所以只准過去的民進黨 斑斑有冷氣來刷政機 但是不准老百姓吹涼涼嗎 我們都要一起來討論 問家來賓定位是前立委鄭立文 大家好 前立委費洪派 大家好 立法委員林國成 大家好 以及資深媒體人鄭詩誠 主持人大家好 國會改革法案611號 要上演復議的表決大家 人民進黨從上週五開始 到處下鄉來宣講了 好 秘書長林宥昌到了花蓮 他怎麼說呢 他說民進黨是最挺改革的政黨 但如果濫權法案通過的話呢 未來會叫任何人到立法院來問話 立委問得不高興的話 就可以透過表決來判你的罪 對呀 這可比403花蓮大地震造成的災害 還要來得更大呀 挨轟說你是在花蓮人的傷口上撒鹽嗎 好 沈柏洋講的會不會更誇張啊 他說藍白可是有毀台的計畫 只要他們通過了這個法案的話 如果他們要從北京蓋高鐵蓋到台北 那行政部門就得要照著做耶 這樣子有道理嗎 這樣的說法 柯文哲一聽到他忍不住說話 他說你確定什麼樣的智商跟精神狀態 確定真的是有正常嗎 好 王毅川他又出現了 他說韓國瑜當院長就衝突不斷 五個月前我就叫大家 你們不要投給藍白啊 搞到現在大家累得要命啊 如果你後悔了 那就跟我們一起占領立法院吧 和青鳥一起來顧民主嘛 好 先不說啊 這個監控真眼 王毅川已經釐清了嘛 怎麼又出來了呢 問題是他說的 要大家衝立法院衝國會嗎 這是不是有點像是川普啊 輸了之後就要衝國會了 是這樣一回事嗎 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 綠營人士在台上講得很賣力 不過台下的人反應如何呢 好像這氣勢不弱之前 大家想像青鳥這麼樣的高亢啊 像是昨天民進黨的台北場的宣講會 我們就可以看到裡面呢 因為碰到下大雨嘛 民眾呢 算一算人數真的很少耶 就台北場不到30個人 而另外在桃園啦 台南的宣傳會台下白髮蒼蒼 很多的支持者呢 被鏡頭也捕捉到在排隊領饅頭 哀酸說難道青鳥現在通通都已經變成是老鳥了嗎 好 我們看到綠營口口聲聲說 國會改革會傷害民主 傷害百姓 但到底傷了誰呢 我們最近又發現黑箱又出現了嗎 原來這個是這個數位身份證的政策 被藍營發現說 14億的公帑已經打水漂了嗎 因此立法院組了一個調閱小組要來追查弊端 結果內政部資料送過來了 哇 滿滿的資料全部塗黑黑啊 幾千頁的文件全部通通馬賽克 有基本上是只有看到目錄而已 怎麼回事啊 又來了嗎 原來不是只有黑這個什麼黑 這個雞蛋的進口有問題啊 原來這個數位身份證裡面更黑嗎 好 內政部還回函說 抱歉 依法我們未便提供啊 好啦 這個立委許宇貞就說呢 內政部提供的文件時間不連貫 不完整 而且大量的塗黑 顯然是有所隱瞞 正好說明為何需要國會的調查權 好 藍營立委張志倫說呢 釣魚小組就發現內政部呢 一年和這個規劃數位身份證的公司 開會可是超過二十幾次哦 結果竟然完全不提供會議記錄 那麼有一本高達一千多頁的 服務計畫書的內容全部都被塗黑 現在每一年竟然還要花六千萬來 維護設備啊 好 徐曉星委員就說呢 塗黑就算了 而且呢 還用各種不同的馬賽克 來假裝自己沒塗黑嗎 根本是無字天書啊 為何連一點點內容都不能夠給立委看呢 這過程到底是否有人在圖立特殊的場章 難道高端或是超私的翻版又出現了嗎 好 現在有半數的民眾都是支持推動國會改革 但是綠營過去自己不是也長期力挺國會改革嗎 結果現在我們看到民進黨嘴巴上說要反擴權 但事實上難道是自己在搞黑箱嗎 投票贏不了就要動員來搞造勢 甚至是說要衝國會嗎 所以執政黨到底在做什麼呢 已經開始為下次選舉練兵了嗎 但問題是中間都不需要執政了嗎 立文怎麼看 其實賴清德是一個相當危險的一個政治人物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無知 但是又極其的傲慢跟頑固自以為是的這樣的一個領導性格 所以這一開始就注定了未來這四年的悲劇 這個悲劇就在於說他自己本身是一個雙少數的總統 可是他卻不認也不接受 更不尋求正常的民主憲政的手段 反而要透過暴民政治 透過民主內戰 希望能夠透過烽火政治來贏得他的領導權威 那這個東西就會使得你看他一上任開始 在國會裡頭就是烽火連天 任何事情都不講道理 任何事情不跟你討論 不跟你對話 不跟你論述 他就是擺爛 他就是要用透過國會議場裡頭的暴力 透過動員外面的暴徒來壓制國會的多數 那這個東西就掀起了未來這四年台灣內部的動盪對立 任何理都說不清楚了 那他現在動員的結果呢 當然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出來 他沒有辦法像四年前 像之前的這個太陽花 這樣子的一個風起雲湧 我覺得賴清德內心一定非常的心理不平衡 因為當年他其實某個程度也是輸在太陽花底下 因為太陽花鞏固了整個蔡英文的政權 讓蔡英文崛起也鞏固蔡英文的政權 他都是來自太陽花 第一次的太陽花他打敗了馬英九的政權 那第二次呢他又透過繼續透過太陽花 來打敗了韓國瑜的旋風跟挑戰 無奈賴清德就是沒有這個命 他也沒有這個運 因為當時的葬了一股年輕人的風潮 早已經煙消雲散 而且呢都覺得自己被騙了 被蔡英文騙了 當年蔡英文承諾給所有年輕人的支票 全部跳票 而且在執政的過程當中傲慢閉鎖 也使得年輕人大失所望 而且呢還是黑箱政治搞到極致 幾個重大的不管是台灣的能源政策 萊豬食安政策 兩岸政策 全部通通都是黑箱閉門造居 違反也不願意跟社會溝通 所以等到賴清德上台的時候 他已經大量的流失年輕選票 這是為什麼他是少數40%支持者 這裡面高達30%幾 是打死不退的民進黨深綠鐵桿的基本盤 年輕選票跑光光了 大部分跑到民眾黨那邊去了 所以這一次他想要再度的掀起 所謂的年輕人的這樣的運動 來捍衛賴清德的政權無奈 是完全沒有主客觀的基礎 跟過去蔡英文的命好運好 完全無法相提並論 年輕人不但厭惡 甚至於年輕人是非常的瞧不起 跟鄙視賴清德 以及賴清德周邊的三寶們 就是像沈柏陽們 王毅川們 于北辰們 大多數的年輕人 是不屑跟這些人圍武的 所以你看很多的 不管是聲量的調查 網路的調查 或者是正宗的民意的調查 事實上台灣多數人是支持國會改革 而在大學的校園裡頭 也是多數支持國會改革的 那賴清德就是硬槓啊 他就是個槓精嘛 他就是沒有理 他也要跟你槓到底啊 那悲哀的是他今天是掌握 一人獨大掌權的總統 所以我才會說 接下來台灣的民主政治 會面對非常嚴重的重大危機 看看美國就知道了 當時川普是怎麼上演的 現在當下川普又是怎麼上演 挑戰美國兩百年的民主神話 什麼叫做民主神話 美國的民主選舉 國會是多麼的崇高啊 他們可以攻進去國會裡頭 把國會砸爛 不承認選舉的結果 美國的司法兩百年來 哇 簡直是全世界大家都覺得 那是一個多麼重大的一個 民主法治的道德的制高點啊 現在呢 各說各話 信者橫信 不信者橫不信 所以在川普他被定罪了以後 他的聲勢反而水漲船高 並沒有因為這樣子 讓美國多數的中間選民覺得說 我們不可能選擇一個 被定罪的罪犯當總統 相反的 他是推翻了 從根裡頭去動搖了美國人 對美國司法的信心了 然後現在呢 那就拜登也好不到哪裡去啊 拜登的家族 拜登的兒子也被定罪 你們就是一幫犯罪 跟道德有嚴重瑕疵的人 在領導美國政治啊 所以其實你看整個的西方的 標榜的這個民主自由的體制 其實遭受到非常嚴重的挑戰撼動 最近的歐盟的選舉 為什麼極右派的 各國極右派的政黨 都大幅的勝出 跌破了大家的眼鏡 為什麼 因為傳統的大家相信的民主自由的 這一套的治理 長期的失能 長期的無效 讓人民非常的失望 人民真正在乎的議題 政客根本不在乎 那這個東西在台灣也正在發生 民養政客完全不在乎底層人民 大多數的勞工 多數的百姓真正在乎的生命安全 生活安全 經濟安全的問題 他們都不在乎 他們每天搞政治鬥爭 每天搞政治動員 每天搞民主內戰 這就是今天台灣民主政治 有一天真的會毀在民進黨人的手裡 好 這麼多民眾支持 期盼國會改革 主要的原因就是 過去民進黨執政八年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呢 不就是高端 超絲雞蛋 小吃店快篩嗎 然後政府還不給你看 資料通通都塗黑 好啦 現在爆區過去 民進黨強推的數位身份證 原來也有貓膩嗎 當時民進黨搞不定資安的問題 就要臨時喊咖 林又昌還說 全民只賠了2.8億元 這是最好的結果啊 但現在被發現 原來整個數位身份證政策 已經燒掉14億元了 最近立法院就組成了一個調閱小組 可是內政部給大家的資料一看 完全塗黑 那麼甚至是只給了目錄 還有一本上千頁的服務計劃 實物通通都是黑的 什麼也看不見 結果內政部回函說 依法未便提供 好 綠營的立委吳其民還跳出來說 我也看過這本資料了 我沒有發現什麼瑕疵 我不懂在於黨立委到底有什麼好不滿的 14億名紙名膏打水漂 未來每年要花6000萬的納稅錢來維護設備 結果老百姓不但不能夠監督好起來 還不能夠不滿嗎 綠營一直說反擴權互民主 如果說國會沒有調查權 老百姓會不會以後永遠都只能看到 一本黑黑的無字天書 這樣真的很民主嗎 郭城委員 我在想最近民進黨他一直在反對 國會改革五大案的問題 當然這裡面他們最怕的是調查權 因為我現在必須要跟各位好朋友報告 現在的調查權是委員會成立的調查權 可是國會改革通過以後的調查權 是具有法律效益的 所以他們現在怕的就是這個嘛 那什麼他講什麼藐視國會啦 或什麼這等等都是藉口 他最怕的是調查權 那現在呢 有兩個調查委員會 也是專案小組 一個是禁電室 為什麼中天關台 禁電室要開台 這些資料NCC成立一個調業小組 另外一個就列政部成立一個 電子身份證的調業小組 這裡面都是委員會所通過的 所以我剛才已經講了 他怕的是調查權 因為國會改革的調查權 具有法律效益 但是現在委員會成立的禁電室調查小組 以及內政部電子身份證的調查小組 這類的東西 他們是推三倒數 所以很簡單嘛 我進電室也是調業啊 他給我回覆的 只給我三分之一 也就是什麼 也就是在立法院 可以上完過去立法委員 所調的資料 所執行的東西 他是給我 但是緊要關頭的東西 他只有一個 這偵查不公開 他就不給啦 所以我也很火大 在上個禮拜 我就給他下最後通碟 我說你如果在資料不給我 那你很簡單 你就叫地檢署出一個公文 來告訴我說資料他調走 他們在偵查 好他現在要用什麼去自言其說來對我禁電室 這個我在想我們還是會繼續追 但是內政部這些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把資料調出來 這裡話東話西把所有一千多筆的這些會議記錄 畫上最少七成 你可想而知 你們有什麼見不得人呢 這是只有一個毀約 頂多是賠錢 那這些習國勇部長 林宥昌部長 你們都不要負責任嗎 那所以他們國會改革最怕的是調查權 所以我還是要敷意啊 我們所有的台灣人民啊 不要給民進黨 民進黨最不會建設 國會改革不是他們以前過去的主張嗎 我只有四份我們所有的理性好朋友 小吃店可以賣快篩 這個你說奇怪不奇怪 要不要查嘛 那當然要查 資本額只有十萬 進口超吃 進口蛋 他可以進口四五億 甚至十億 請問這要不要查嘛 另外一個高端 那個BNT不讓他進來 就是要給高端 那要不要查嘛 當然要查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啊 國會改革的調查權非常重要 所以民進黨他就不會建設嘛 他們要造謠嘛 他們要騙老百姓嘛 他怕的是具有法律的調查權 所以我是我個人的看法啦 我個人的看法 以現在委員會進電視跟那個電子升溫證 在調查這個部分 確確實實 只有一個調查的動作 沒有辦法去制衡他們 那如果國會改革這些調查前過了以後 我最後我也跟進 進電NCC 陳耀祥主任 主委 我告訴他 我如果你資料再不給我 那你很簡單 我就移到未來的國會改革的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你 那是既有效力 那既說他這個禮拜要給我回消息 那我是認為這個身分證 電子身分證這個部分 是太糗了 哪有什麼東西都畫起來 民進黨的委員 他還跳出來說 我都看過了 都沒問題 他們是粉飾太平 不要臉繼續騙 我們的老百姓造謠聲勢 然後現在看起來每一場 通通都是去訴說什麼立法院扣錢 這過去都是你們的主張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現在的民進黨是不要臉到極點 本末導致把誓非 黑的說到白的 白的說到黑的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台灣人民不要再相信民進黨他們這些造謠聲勢 所以台灣人民真的要站出來挺出來 這樣的話國會改革調查權才會落實 不過這個國會改革法案的副議案立法院在6月21號又要表決 所以綠營現在不斷地號召說青鳥們重新回到立法院吧 王毅川在桃園的宣講會上呢 就遜市民這種說選前我就叫你們不要投給藍白呀 搞到大家現在還要下鄉來宣講 負議案累得要命 如果你後悔 如果你後悔投給藍白了那就回頭去站滿立法院和青鳥一起顧民主 好 先不說青鳥替綠營來這個衝鋒陷阱 結果呢竟然還被民進黨被王毅川質疑他們的政治忠誠度 用手機來監控一下說他們到底跟小草是不是同一批人呢 好了 王毅川現在也說不清楚這個手機監控的爭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碰到立法院通過了不喜歡的法案 就要發動群眾去包圍在野黨 今天如果民進黨可以發動群眾去包圍民選的這個立法院 包圍國會還說是民主的話 那明天是不是也可以去發動軍警來包圍在野黨的黨部 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麼問題呀 副委員怎麼看 很多人都在說國會改革這個五個法案的擴權 我要跟大家報告 是不是擴權 那當然是擴權 問題是要不要擴權 對 民主國家 我們不要講別的國家 日本 新加坡 美國 單一國會 我們台灣以前中華民國還有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至少可以去 總統要來報告 我可以間接地監督 間接或直接監督總統 現在完全沒有這種功能 好 那仍然講說我們調查權還有監察委員 各位 你相信監察院的調查權嗎 你相信嗎 它是間接民主選出來的 現在親一次 我們知道很多的調查案子 該查 大家都覺得該查的就是不查 那剩下的我們要回過來看看 民選選出來 有人民監督的立法院應不應該有調閱選 尤其剛才國晨講的話 這個調查權應不應該有 國晨剛才講呢 高端你該不該查 你該不該查嘛 巴西帶你該不該查嘛 快篩四季 你該不該查嘛 我們再說 光電的那個八十八槍的案子該不該查 有旨意來一次開了八十八槍 以前有過這樣子的記錄嗎 那裡面隱藏了多少人民想要知道的事情 監察院不行 監察院 平常講 我們前面這幾年 你看到 這個選出來的就是帶一個顏色 然後接受上面的旨意 說不查就不查 不該查的要去查 舉例要去查那個什麼什麼 檢察官都已經不起訴了 因為是要去彈劾那個檢察官 重案子該查嘛 所以監察院的功能不髒 剩下民主選出來 大家相信的是立法院 其實我覺得 如果說你沒有什麼見不得的人的事情 就是應該彈在陽光下 讓人民了解這個政府的作為 我們並不見得一定要去彈劾什麼人 或者關什麼人 但是你只要告訴人民 這個錢花的對不對 就像剛才講的 現在調查的電子身份證 這個事情 你看剛才看到畫面上 我是沒有看到那個報告了 通 有一半是塗黑的 老百姓 你讓老百姓相信這個政府嗎 你讓老百姓相信我們政策是對的嗎 所以我是覺得國會擴犬 其實就是要讓陽光進到國會 讓陽光照著我們這些官員 我們不敢講就一定是現行計 至少不該花的錢 你要好好的去檢討 不該做的政策 你應該要想想你下次該不該這樣做 我是覺得這個與其講說錯錢 不如講就是陽光 人民要不要這個陽光 民調已經告訴你了 將近六成的人需要 大家需要 這個錢來自於誰 人民的納稅錢 我納稅錢給你們 讓你們去瞎折騰嗎 我們讓你做這個事情 結果是看到多數塗鴉 這個人民是不想要的 所以我是覺得 我呼籲所有的全國的百姓 每一分錢都來自於民子民膏 下民逸虐 上天難起 這種會議紀錄也很好做 你也不用起原本的內容 以後反正通通出來 就是每一行通都是塗黑的就好了 誰知道原本內容是什麼 好 民進黨現在組團下鄉說要跟民眾宣達政府 為何要針對這個國會改革來提出複議案 但如果說他們說的是實話 那也OK 可是林又昌在宣達會上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如果立法院靠著多數的暴力來擴權的話 那未來可以叫任何一個公司 任何一個人來問話 如果立委聽了不高興 就透過表決判決你有罪 問題是先前政院有提到說立法院的這個複議韓文 自己呢 竟然呢 這個行政院提的版本 他把所謂的無差別調查民眾這句話給拿掉了 表示他自己心裡知道這句話講得不對嘛 好 林又昌這樣子說 那是不是公然在造謠說謊呢 沈柏洋甚至還說 只要藍白通過國會改革反 那以後在黨如果說要從北京蓋一條高鐵到台北的話 哇 那他們通過之後 行政部門也只好照做耶 這就是在野黨的毀台計劃 好了 柯文哲聽到也忍不住問說 沈柏洋他的智商是正常的嗎 網友也舉例就開酸了 說那如果有人提案說要蓋俄房工呢 如果有人提議說要跟外星人通婚呢 是不是他們過了就過了呢 這樣的情況真的會發生嗎 施誠哥怎麼看 關於這一點呢 我就怪一下這個國城委員 國民黨和民眾黨不夠愛台灣 這個既然可以這樣無限制編列預算啊 我跟你講 那個國政委員回去提案啊 就是編個三兆五兆特別預算 把台灣蓋個屋頂 哎呀 不只可以自空自海 不可以自解放就還可以自霸啊 多好啊 我跟你講 民進黨這新三寶 宇北城 東州打西州 東漢打西漢 東進打西進 然後呢 王毅川說大陸的動車沒有靠背 沈柏洋是現任的立委 沈委員 你是弄了黑熊部隊以後腦袋爬帶了 我們有三位過去的委員跟現在委員 立法院只能夠篩預算 不能夠編預算 這是常識好不好 你沈柏洋在講什麼 這個大陸是我們的國土嗎 我們要編這個預算 就從北京到台北就編出來 然後怎麼樣就可以編 沈柏洋你到底在幹什麼 民進黨你知道嗎 不說謊 不會執政 這個我們民眾導播的好朋友張祺凱 最近講了花東三法 明明就沒有什麼兩兆多的預算 我講難聽一點 花東三法是行政院的法案 只是立法院要去做個修整 去做個建議而已 我跟你講 我剛剛查了一下 花蓮加台東才52萬人 我是花蓮的伴子 今天如果花蓮加台東是520萬人 民進黨就不敢 不敢說這麼胡說八道的事情 我要講說 民進黨一直說謊 然後動員那些青鸟 我說謊說 哎呀 這個有兩兆的這樣的錢坑 所以有人就到立法院去 然後說哎呀 這個什麼什麼 有的沒有的事情 我加一堆說哎呀 這個國會改革法案過了以後 隨便我要傳問誰啊 誰都要立法院的背詢 你以為立法院是理容院 那麼閒啊 隨便就傳話人到這邊來啊 沒有 他們你知道嗎 如果說實話 自己下不了台 說謊話動員我自己的人 而且很多人的新聞知識是斷點 哦 你們的民眾黨夭壽啊 國民黨夭壽啊 現在可以找人呢 來做這個所謂的現場的質詢 各位好朋友 要多看我們中天中視的頻道 你可以知道整個事情的始末 不要再被這些人騙了 這些新沙寶 舊山寶 亂七八糟的事情 我們不要再上當 我們先去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庶民大福家 昨天陸軍官校舉行到黃埔百年校慶 賴京的總統出席演講 他說他不能夠接受 首戰級中戰的投降主義 不過蕭旭成 他就立刻跳出來強調 首戰級中戰 這是蔡英文的國防院報告提出的 是大陸軍方的戰略目標 蕭旭成就質疑賴清德是在指責 當年的蔡英文是在研究投降主義嗎 而郭正亮也點出 當初馬英九引述首戰級中戰 這句話主要是說 別想說美國會來得及來持援 所以說台灣是應該要避戰的 怎麼會變成好像到了民進黨的理解 變成是首戰就會輸 這是投降派呢 這到底是怎麼解讀的呢 費文你怎麼看 我想大家看報紙 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聞 就是在去年2023年 這個歐洲議會的這個執行主席 這個范德賴恩 跟這個大陸的習近平跟他講說 美國一直在引誘他去對台灣打仗 我想當這個消息公布出來以後 我們大家想你看 當美國這些退休的將領或現役的將領 當要跟國會要錢的時候 就講中國大陸多麼可怕 中國戰力都麼強 所謂的印太的這個聯盟合作 我們看到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消息都來自你們 我對我個人在美國念的書 我念碩士博士 我對美國是非常的民主 我是相信的 但是如果你想到後面有一個軍工產業 在這邊想要主導一些事情 想要引發了戰爭 發戰爭以後他們就會有生意 有生意以後他們就會賺錢 如果說大家彩測的像這個邏輯是通的話 那連習近平都知道 美國想要引發這個戰爭 為了他在軍事上的世界上的獨霸 或者是他在要爭取全球的主導權 你看連現在連沙烏地阿拉伯 他們都已經做了決定 前面50年買石油用美金 現在要改變了 美國會不會有一種恐慌感 當然會 所以說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台灣要看清楚 當美國說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他要把台灣海峽變成 類似像火海這時候 各位你會想像到 台灣會變成什麼狀況 我們先不要想說打到陸地了 當台灣海峽變成火海的時候 請問我們的天然氣運得進來嗎 當台灣要變成火海的時候 我們石油印得進來嗎 還有商船的保險費 不知道要高到什麼程度 我們貨出得去嗎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台灣跟大陸 我們不是在掌他人志氣 從2000年以後 大陸進步得最快 並不是它的工業 並不是它的製造業 而是在它的軍事上進步得非常非常的快 台灣跟大陸 現在在軍事的預算上面 在看到文字上是差九倍 大陸上的海軍跟空軍 以及它的火箭軍 那個實力連美國都會緊張 我們不是在說 我害怕一定 他莫名其妙打我們 當然要跟他開戰 但是問題是 我們要不要再刻意地要挑起海岸的戰爭 兩岸的戰爭 兩岸的戰爭 我剛才跟各位報告 美國說到時候用無人飛機 用無人快艇 讓台灣海峽變成怎麼樣 那個時候 當台灣豁出不去 該進口了之後進不來 我們的生活會變成怎麼樣 如果說打到台灣內陸的時候 我跟各位報告 沒有什麼是第一線 第二線 台灣全部是第一線 尤其是在西部海岸 西部海岸 東西長最多50公里 甚至不到二三十公里 那個當巷戰發生的時候 就是台灣老百姓 跟烏克蘭老百姓過一樣的日子的時候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台灣要想清楚 我們到底是要求戰還是要避戰 我們可以跟美 我們對美國好 但是我們可以也跟中國大陸去談嘛 這個是不衝突的事情 我們不要把我們的外交的決定權 壓在一個國家身上 我們要自己要有主導權 我們要選擇人民要過什麼樣的日子 這樣子才是最佳的策略 對 剛剛費偉人講到的就是 其實這是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英國的金融時報說 習近平竟然跑去告訴歐盟的 執政策委會主席范德賴恩說 美國試圖要引誘誘騙中國入侵台灣 但他不會上鉤 好啦 所以美國到底有沒有想要引誘他這麼做呢 我們來看美國有一個媒體的專欄作家 叫做瓦斯瓦尼 他最近就說台灣可是比澳洲還要更危險 所以他應該要仿效澳洲的軍隊 允許所有的非公民通都可以參軍 才能夠提振我們中華民國國軍的人力 現在美國不是多促民進黨備戰 看起來是要我們全民去拿AK47部疆打城鎮戰了嗎 甚至還建議我們可以去找傭兵 所以到底是誰想要讓台灣 處在這個戰爭的火線邊緣呢 我們的國防部長顧力雄今天說 我們從未求戰 那如果不求戰的話 民進黨能不能夠告訴大家 那不靠備戰 我們到底打算要用多少的人力物力 能夠擋得住大陸對我們的攻擊嗎 尤其如果美國在後面 有打算要來挑撥這件事情的話 是不是變得更難辦呢 立文怎麼看 事實上這個台灣應該要重新全面性的 去學習跟理解中國大陸 那尤其呢 就是各個方面方方面面 不只是在經濟上面 科技上面 乃至於在外交上面 那中國大陸呢 他現在他們的思維是什麼 他的理論是什麼 美國挖一個坑 我們就跳下去 就碎了美國的意 美國正是希望你中國人 自相殘殺 尤其是在台海上面 如果中國大陸付出慘痛的代價 可以把中國大陸往打回30年嘛 否則的話 中國大陸現在 眼看著就要跟美國在很多方面 並駕齐驅 甚至於超越美國 美國受不了 美國必須要成為這個地球上 單極唯一的老大跟霸權 所以他不能夠忍受這樣一個現實 但是美國過去曾經吃過很多憋 所以他現在學會用所謂的代理人戰爭 過去你看到 在這個越戰 這整個過程全部都是美國五角大廈 陰謀策劃的 他怎麼樣去扶植南越 就是北越南越的政權 然後再把這個政權給暗殺掉了 再發動政變 然後再製造越戰 結果後來整個美國捲進去之後 他發現這是一個打不贏的戰爭 使得整個美國陷入了一個非常淒慘的境地 最後結束了敗戰的越戰 這是美國發起 完全美國陰謀策劃的一個人間煉獄 美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還有伊拉克戰爭 明明沒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非要睜眼說瞎話 然後入侵伊拉克 你再看看敘利亞的悲劇 也是類似的 後來美國學會了 不能夠讓美國大兵去犧牲生命 否則會引起美國內政的動盪不安 所以現在再加上科技的進步 有無人機 然後我提供你高規格的這些科技的武器 提供你彈藥 所以就打起了代理人戰爭 這就是俄烏戰爭 明明烏克蘭已經不可能打贏了 那美國就是不讓烏克蘭跟俄羅斯和談 這個戰爭必須連續下去 甚至於十年它都在所不息 當然很多人都期待說如果明年是川普上台的話 很可能他就會快速地結束這些戰爭 你要知道美國在全世界有800個軍事基地 他要花多少錢 這些錢真的是美國人出的嗎 不是 因為他有美元霸權 就是剛剛我們的費委員提到的 為什麼沙烏地阿拉伯在經過了50年之後 居然結束了跟美元 跟美國用美元來結算石油貿易的這個重大 劃時代的一個決定 50年前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剛剛說的越戰 美國不斷地印美超 不斷地印美超來支出戰爭的支出 其實就是讓全世界幫他一起做戰爭的支出嘛 幫他付錢啊 所以才會導致當時的雷布登體系整個瓦解 所以他必須找沙烏地阿拉伯來 把石油跟美元綁在一起 所以今天美國打的是什麼算盤 我們看到其實中國大陸心知肚明啊 他希望就是他的第一島鏈 日本 南韓 乃至於台灣 菲律賓 幫美國人占到最後一兵一卒 死的是日本人 是韓國人 是台灣人 是菲律賓人 是你們黃皮膚的亞洲人 毀的是你日本的家園 是你朝鮮半島的家園 是你台灣島 是你菲律賓的家園 毀了你們第一島線 也可以毀了中國的一半 這就是美國打的如意算盤啊 但是你身為亞洲東亞 不管你是日本人 你是韓國人 你是台灣人 你是菲律賓人 你真的傻傻地去當美國的這個盾 來擋中國大陸這個矛嗎 那中國大陸很清楚 他也很聰明 你挖了坑 我不會傻傻跳進去 今天中國大陸要拿台灣 已經如同是囊中之物了啦 這個賴清德總統 怎麼會這麼好笑 還在討論首戰不是中戰呢 你實在是太好笑了 人家中國大陸在想的是 今天美國的這種邪惡的計劃跟思維 他如何不讓他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 或者是全世界滅亡的災難 人家在思考的是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當習近平 他不斷地釋出 對於和平坚持的這種高的意志力 然後不隨著美國去玩輸出戰爭的遊戲的時候 更重要的是 台灣真的要變成美國的棋子嗎 我們真的要為了幫美國 然後站到最後一兵一卒 站到今天台灣草木不生 站到台海變成是地獄的火海嗎 這就是我們留給下一代的嗎 我想任何清醒的台灣人都知道 我們也不想跳這個坑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來到樹美大投家 最近經濟部長郭智輝上節目大談說 台灣不缺電 結果沒有想到話才剛講完 小琉球立刻大停見 然後周春敏都很擔心說 恐怕會衝擊到民眾的旅遊意願 那郭智輝部長說 電價如果太便宜的話 大家會浪費電 甚至是告誡 說家裡面如果你是有 兩房兩廳的民眾 那你裝兩台冷氣就好了 你沒有必要每一個房間 都裝四台冷氣吧 要大家在舒適當中必須要節電 好啊 那請問到底是 爺爺奶奶先吹呢 還是要孫子先吹 難道是要用抽籤的嗎 還是要輪流吹冷氣呢 過去民進黨不是把 斑斑吹冷氣當成是正機嗎 那民進黨為了刷正機 就狂裝冷氣 可是現在卻告訴老百姓說 我們不缺電 可是不能吹冷氣 這是什麼樣的邏輯呢 難道所謂的不缺電的前提是 老百姓冬天不吃火鍋 夏天不吹冷氣嗎 郭智輝怎麼看 最近看起來民進黨啊 好像瘋了 白王爺說一句話啦 無條來握無無 最糟 這個政府啊 只許周冠晃紅 不洗百姓點燈 你的做什麼都能 但是我們做什麼都不能 這叫做他們現在的執政 那我在立法院啊 我看到我們同仁啊 在執行卓榮泰的時候 他說缺電的問題 他還就證立法委員喔 我是停電不是缺電 還講兩次 我這是停電不代表缺電 我到時候 我現在已經半個月了 我想來想去 到底為什麼會停電 為什麼會缺電 他也講不清楚 所以他到現在為止 我還很納悶啦 停電不等於缺電 好啦 我也同意 等一下他又解釋 什麼老鼠啦 什麼什麼鳥啊 松鼠啊 這些那當然 他的解釋這樣 我是連我都聽不懂 我是覺得啦 我們最怕的就是說 到底賴清德 他現在是暴君 或者昏君 或者明君 這台灣人民你就要去看嘛 所以我是覺得我最怕的 就是賴清德 明明你背得神主牌 緩和的能演政策是錯的 可是他還是硬拗到底 就像他在當台南市長 欸 台南市已經登革了 死了兩百多人 他還是不進去 就不進去 這個叫做什麼 暴君之行為 那我又看 郭智輝 他還沒有 520還沒有就職以前 我覺得他是產業界來的 他了解老百姓 了解產業 可是最近看他 看他在說 這個店不要太便宜 會 我告訴你 要漲價你就說要漲價 你就明的跟老百姓講嘛 不要拐彎抹角 什麼叫老百姓不要吹冷氣 兩個房間不要裝四台冷氣 我告訴你 郭部長 你如果有氣派 我跟你說 你就要建議 賴總統跟卓院長 從明天開始 他的辦公室 減半冷氣 這樣我不知道 覺得你有氣派 這就是什麼 大家節能用電嘛 那這個才是對 你怎麼叫老百姓 不要吹冷氣呢 老百姓要求的不多 是希望什麼 安全穩定 平價的供電 可是你們做到的嗎 你們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啦 民進黨 你不要喜愛民主啦 喜愛民主 明明這些背著神主牌的黃河 根本就是錯了 你們還是要把它湊到底 能源政策是 錯錯錯 你們還是要再湊到底 所以我是覺得啦 台灣英明心來有一個 心來有一個 打算 我跟你講 電價一定打 到底會不會缺電 我們顧且不談 但是限電啊 停電啊 是一定時常有 請大家 一定心裡面有準備 現在的民進黨就是爛透了 你們還是縱容他 所以我是覺得啦 民進黨我還是要呼籲一下 不要只准周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這個才是真正在執政的一個政府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請幫們按個讚喔 過去教育部辭典曾經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把三隻小豬列為成語引發反彈 最近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詞啦叫做點點點 竟然被收錄在了我們的國語辭典內 而且還寫個例句叫做他們倆進了房間底下的事情就點點點了 瞬間引來了大批的民眾 用炮轟網友就這個灌爆了教育部的網頁 說我看了還真是點點點啊 事後教育部緊急把這個爭議的例句給刪除 過去民進黨就被質疑是搞課綱的去中化也曾經引發不少的質疑 如果說現在連個標點符號的三節號都可以被民進黨當成一個新的成語點點點 那網友就問了塔綠班啊1450啊怎麼沒有收錄在我們的教育部辭典內呢 施誠哥怎麼看 三個點 第一個點沈柏洋 第二個點王毅川 第三個點是誰 于北辰 點點點 剛好用 你知道嗎 對不起啊 我掉一下書袋 那個時候諸葛亮乏位之前啊 對那個扶不起的阿斗 劉纏 說了一句千古名言 他就在後廚師表裡面講 他說 金當遠離 林表替氣 下面一句大家都知道 不知所云 你知道我們最近文言文女戰神 歐桂茲 我跟她同台過好多次 你去了文言文 去了中國化 你就不會教了 你禁塞這些 有的沒有的 什麼三隻小豬 什麼點點點 還用這種 這個他們兩個進了房間 底下是就點點點 拜託好不好 這個國語詞典 大小孩都在看耶 你用這種成語 你怎麼不說 他們兩個互罵了 不甘不見話之後 接下來動作就點點點了 為什麼要用這種 這種有的沒有的話 我跟你講 我懷疑這些 目前編課綱的 編國語詞典的 都是被我們的新課綱 所毒害的人 所以根本不曉得怎麼編 過去我們的 這個教科書 我們的國文課本 都教我們非常好的東西 然後現在就突然出現 三隻小豬 點點點 你點什麼點啊 拜託好不好 我跟你講 我們小朋友 以後送到學校去 你今天有什麼 老師教我們點點點啊 說一個男的 跟一個女的 進了房間之後 他們就點點點了 我趕快讓我學校 我跟你講 我轉學不行啊 為什麼 教科書上面又這麼寫的 我們教育部 拜託你好不好 你要去中國話 你也想點別的點子 不要 你知道把好的精華拿出來 把垃圾塞進去 然後呢 我們的小朋友 教了以後呢 以後不知所云 然後呢 就 我說現在為什麼 詐編集團這麼多 我心裡面塞的 都是有的沒有的 所以呢 我騙這些大人的錢呢 對我來說 我一點慚愧心都沒有 這就是那個 副作用 東日本的副作用 點點點 我不曉得 幸好我小朋友長大了 我跟你講 現在為什麼小朋友 不成小朋友 那個一生出來之後 不只是那些 有的沒有的事情衝刺 然後詐騙集團衝刺 然後有的沒有的衝刺 然後到學校去 還要點點點 網路上已經 民進黨已經夠點點點了 我在小學還要點點點 我在國威吃點 還要點點點 你到底要多少點啊 我看 國威改革也吃點點點 點點點啊 我看 點還點點